继承了父母的遗产后 我逃到了一个陌生城市 开启了蜗居生活 本意是不让那些心怀叵测之人找到我 没想到遇上极端天气就算了 又偏偏赶上末日降临 丧失成群 这下我彻底躺平了 父母双亡继承遗产之后 我就发现 所有人对我的好都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了 我得付出点什么 他们才会一直对我好 在他们日益过分的索取后 我索性将所有遗产全部变卖 在一个夜晚落荒而逃 看着银行卡里的4亿多存款 我想我无论如何挥霍的这辈子 应该也是花不完了 既然如此 在这陌生的城市 我要开始过我想过的生活 我在一个郊区新开的别墅楼盘里 买了最角落的那一栋 当中介给我打开门的那一刹那 我就决定我要买下它 因为它有一个跟地面上同等面积的地下室 共三层 我现在极度缺乏安全感 住在地下也许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我愈日愈逝 之后 我开始对这个别墅进行大改造 前面也说了 我现在钱多的没出花 所以我大笔一挥 在装修公司老板如一朵菊花一样的笑脸中 统一所有装修材料都用最顶级的 硬度最厚的玻璃 据说连大套都轰不破 最坚硬的混合材料门 只能用我的瞳孔作为密码开启 全屋的外墙 全部用太阳能电板的材料包裹 可以完全实现全屋自行供电 高级的水处理净化器 全智能化的家电使用 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的是我将我的地下三层 装的跟楼上一模一样 而楼上的每一个空间里 都装有针孔摄像头 我可以在地下的监控室里 清晰地看到屋内屋外的所有情况 这都是我害怕那些见我逃跑的人 恼羞成怒 做出什么违法行动的自我保护 毕竟贪婪使人疯狂 装修在我花钱家机下 一个多月就装好了 我心满意足地搬进了别墅的地下室 并开始疯狂网购填充这间屋子 因为它太空了 引起了我的恐慌症 我这个人小时候被妈妈管得比较严 零食什么都不允许我吃 所以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开一间超市 每天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 既然现在钱花不完 不如就把这栋别墅当成我的超市 我开始购买大量的超市货架 然后像普通的超市一样 在货架上摆满货物 一楼是米面油粮和饮料区 二楼是生鲜蔬菜区 三楼则是零食水果区 外加生活用品区 至于我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东西怎么办 根本不在我考虑的范围内 谁叫我钱多呢 我还在别墅的一角 弄了个隔音区 里面养了几只小鸡 斗鸡成了我每天的娱乐生活 屋外则用装修的边角料 建了一个透明狗窝 等我安定下来 再去买只小狗来陪着我 看着满满当当的家 我第一次有了充实的安全感 这晚 我正在地下室的游戏房里玩赛车 别墅的智能系统突然预警 告知我台风马上登陆 气象橙色预警 我没有多管 依然沉浸在游戏的世界里 等我去监控室 看看外面情况的时候 才下午三点 外面已经变得一片漆黑 只在闪电披下的时候 能隐隐约约看到 些被狂风吹动的树枝 哗啦啦全是暴雨的声音 我去楼上冰柜里 找了带水饺主了 我现在食欲并不算太旺盛 因为长期窝在家里 基本上每天吃一顿 就能满足我能量的消耗 但这样对身体营养的摄取不太好 所以我网购了大量的维生素 和各种药剂 我打算看了俯山行 这种惊险刺激的电影 最考验影院设备 我吃热零食 正看到丧尸咬人的时候 一声高亢的尖笑声 吓得我浑身打了几零 卧槽 这么真实 我将薯片塞进嘴里 快乐地弯起了眉毛 钱 果然是个好东西 怨不得他们人人都想来抢 可就在主角温情对话时 那丧尸发出的尖笑声 竟然又响了起来 这次比刚刚更为清晰 尖力又刺耳 我将电影按了暂停键 疑惑地走出私人影院房 果然 这不是电影里发出的 我快步走到监控室 外面依然是黑漆漆的一片 什么都看不见 但就在我要离开的时候 一道闪电划过 一张清白灰败 还长有獠牙的脸 突然在画面中放大 吓得我倒退一步 摔在了地上 这 这是什么东西 是真的丧尸吗 将手机打开后 微博热搜果然爆了 比安倍中枪 还要顶在前面 末日降临 丧尸成群 视频里 乌鸦鸦的全是浑身血污 四肢僵硬的人 他们疯狂地追着人跑 速度惊人 就跟丧尸电影里一模一样 吓得我手一抖 手机就掉在了地上 我紧张兮兮地瞪着监控 没过会 一道闪电划过 那张恐怖的脸 又出现在画面中 他猙獰着 嘶吼着 猛烈地撞击着我的大门 还好 尝试过多次发现撞不开后 他僵硬着身子走了 我紧绷的心弦 这才松开 浑身无力地瘫软在地 我望着天花板 一时大脑处于当机状态 我不明白 老天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 带走了父母的性命 留下的遗产 又让我成为怀必其罪的人 我好不容易逃出来 准备过上潇洒自由的生活 还有世界末日了 这可恶的生活 我抱了句粗话 却突然豁达了 等下 这种末日躺平的日子 似乎也不是过不下去 首先 我这间屋子装修得十分坚固不说 还充分智能化 我还拥有了一间家庭超市 食物什么的也根本不用担心 至少够我狗活两年 最后 末日阻挡了那些想要寻找我的人 我其实比以往更安全一百倍 想通过这一切后 我开始踏踏实实过上了躺平的日子 除了没有货源补充外 一切都跟我原先预想的 并没有什么不同 如果两年后我还没等来救援 那也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 我在私人影院将电影看完后 踏实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早 外面已经从狂风暴雨变成了艳阳天 智能系统告知我 气温已直逼45摄氏度 怪不得睡得我浑身是汗 我将空调打开 拿出瓶冰可乐 才慢悠悠转回地下的监控室 这次画面足够清晰的 让我看到外面奔走的丧尸了 只有零星的两三个 一个穿着件高档定制西装的 好像是我搬家进来时遇见的那总裁 那天他还是志得一满的样子 没成想 如今已经变成了这副可怕的模样 这个别墅区因为是新楼盘 外加价格高昂 入住率非常低 这也意味着在目前来看是相对安全的 看了一会 发现丧尸们只是在无聊的打转后 我就失去了兴趣 我跑到楼上二层蔬菜鲜肉区 找了些铜蒿啊香菇啊 金针菇之类的蔬菜 以及一大块鲜牛肉 又去冰柜里找了些丸子和一包虾滑 然后去零食区找了包海底捞的牛油麻辣锅底 拿出多功能锅给自己煮了炖火锅 边追剧边品尝美食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 不过 大概是我把电视声音开得太响了 引来了丧尸的注意 没过一会 窗户上和大门处就趴满了丧尸 咚咚咚撞击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我突然有些后悔当初装修的时候 忘记将楼上跟地下室一样装修成全 隔音的状态了 我叹了口气 为了不被这些丧尸骚扰 我只能将火锅搬去地下室吃 每滋滋吃完后 我又觉得当初把地下室装得跟楼上一模一样 是个最英明不过的决定了 虽说这个房子异常坚固 但在这末日 我决定将楼上装成没有人居住的模样 这间地下室做的是一个暗门 而开关则装在房子的装饰品上 十分隐蔽 我进入地下室后 还能把门进行反锁 就算找到了开关 也没办法打开门 只要不被别人发现 窝居在里面是很安全的 我将楼上的超市原封不动地搬到楼下 这可累死我了 我只能每天搬一点 到第二十天终于全部搬完了 其余的我本来就住在地下室 倒并不用再做巨大的改变 我还将我养的几只鸡 也搬进了楼下 但楼下并没有专门的养鸡房 我只能将一间的杂物房 作为养鸡的地方 每天打扫这间房间 成为了我最头痛的事情 太臭了 我常常怀疑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养鸡 直到我在养鸡房 找到了第一颗鸡蛋 我才万分感激我当初的多此一举 因为蔬菜水果什么的 会腐败溃烂 我趁着还有网 赶快摆渡 该如何在自家种植蔬菜瓜果 现在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就是我没有泥土 这意味着我如果真的想中的话 我得冒险出这个屋子一趟 其次地下室没有光照 还好 我百度了 可以用白痴灯代替 但根据我看丧尸电影 以及这么多天观察丧尸的行为 得出的结论 他们对声音 光和血腥味极其敏感 只要我一出门 必然就会被他们发现 就我这细胳膊细腿的 都不够他们一口吃的 怎么办呢 我满脑子都在想 怎么去外面收集泥土的时候 外面的情况已经越发恶劣了 越来越多的丧尸 在小区里出现不说 天气也变得极其异常 白天的气温能直定50摄氏度 晚上却在0摄氏度左右徘徊 而且停电停水了 这意味着 若是不像我家 这样有充足的太阳能电板的人 家里都没法开空调了 不过 就算我有充足的电 我也不敢开了 因为空调外机都装在了室外 一开就有巨大的轰鸣声 会引来丧尸破坏不说 最怕就是吸引到那些心怀叵测之人 末日并不是所有人的末日 对于那些不法分子来说 末日反而是他们的狂欢 不过还好 我长期待在地下室 相对来说 温度会低一点 地下三层更是深入地下十多米 室内温度只有十几度 白天还是比较好熬的 晚上有电热坦 倒也并不难受 我目前最为交心的 还是没有土 若是这些蔬菜水果吃完之后 我又该怎么办 躺平的道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呀 这天早上 我本来想再看看新闻 发现在丧尸爆发的第32天 网络终于断了 倒也是坚持得挺久了 这下 我只能在游戏房里 玩玩单机游戏 打发时间 因为我这个小区在郊区 外加入住率极低 每天除了在外面晃荡的丧尸外 并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所以我并没有特意去看 监控外面发生了什么 而是依旧安定地过我的小日子 丧尸爆发的第40天 我依然没有冒险出去找土 我发现我这人还是挺怕死的 我选择摆烂 在吃了一碗自热米饭后 我睡了一个午觉 朦朦朦朦间 突然被一声巨响的爆破声吵醒 吓得我心脏 好像被人一把揪起 一阵一阵地抽痛 我忙脱着拖鞋赶去监控室 通过监控 我竟然看见 门口站着四个 穿着迷彩服的男人 真TM牢固 有个男人往地上吐了口痰 抱了句粗话 我眼睁睁地看着 他从后面的一辆疾苦疾苦伤 又拿下来一个炸药包式的东西 放到了大门边 然后他们站远了些 将手中的遥控器按下后 一声更响的爆破声 破了 等他们进门 看到富丽堂皇的装修后 一个比一个更激动 有个矮胖的男人 往往那好几万的真提沙发上 幸福的一躺 拎了拎眼说 没想到老子竟然有一天 还能住上这种房子 从他们的交谈中 我知道了 他们是在乱世中 结伴搜寻物资的四兄弟 为了更方便地称呼他们 我给他们取名叫甲乙丙丁 最高个的男人 就是他们的大哥 有个脸上戴巴 长相极其凶狠的是老二 老三就是那个 躺在沙发上的矮胖男人 老四则是一个 文质彬彬的 戴着眼镜的男人 这四个人 一看就是一些不法分子 关键是 他们手里还有大量的武器 我心中慌得不行 第一反应就是 先去把地下室的门反锁了 然后就是舍弃 我每天的游戏时间 抱着零食 坐在监控室里观察他们 他们从车上 搬下来了大量物资 还有很多饮用水 看来是想把我这间房子 当作他们的据点 听那个废话 最多的矮胖男人 说我才知道 外面丧尸已经大规模爆发了 很多街上都看不到一个活人 全是密密麻麻的丧尸 他们四个人 因为身体强壮 各自都搜寻到了不少物资 但在末日 靠一个人的力量 是远远不够的 城里现在的幸存者 有很多像他们这样 结成了小队互相对抗 他们洗劫了警察局 搜到了大量的武器 其中那个丁源仙 是个生物化学研究员 还研制出了大量的炸药 以他们目前的实力 在这个城市的小队中 已经算作是顶尖了 但甲还是非常谨慎 他怕别人眼红他们 若是多个小队联合起来 自己这方也敌不过 他们人多势众 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所以他们就找到了 这个偏僻的别墅区 但大多数都是毛坯房 只有零星的几栋装修好了 丁果然有几把刷子 在他们当中 应该是充当智囊的角色 他一眼就看出了我 这栋屋子外 装了大量的太阳能电板 能自行供电 这对于现在的极端天气来说 有电才意味着能好好活下去 所以他们就将目标 确定为我这栋屋子 通过他们的交谈 我还知道 丧尸全身上下是没有弱点的 唯一的弱点就是头部 只有击爆他们的脑袋 他们才会真正死去 否则就算从50层高的楼掉下来 一分钟后 他们也能缓慢地爬起来 我看向屋外的监控 果然发现 地上倒立的丧尸脑袋 都被枪爆开了花 蓝黑色的血液流了一地 在通风口处 有一股浓烈的湿臭味传来 人先还没有感觉到这么臭 应该是他们动静太大将小区的丧尸 全都吸引到我家门口 又在这里杀了丧尸 导致尸体全堆积在我家不远处的缘故 我忙将空气净化系统打开 想到这 我不由地偷偷笑了起来 虽然我不差钱 但当时装修的时候 因为楼上有大面积的落地窗可以通风 我并没有特意去装全屋的空气净化系统 而地下室因为难以通风 所以我不仅改善了地下室的通风情况 还装上了空气净化系统 这下 这四个人要被臭死了 我嚼着黄瓜味的乐视薯片 笑得眯起了眼睛 如此一来 他们应该很快就会走了吧 可没想到 很快我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们发现了 我存在过的痕迹 这里不久前还有人住过 丁眯着眼睛四处搜寻 就像一只老狐狸 听完他的话 另外三个人立刻举着枪 在房子里四处搜寻起来 他们看见了我留下了一些生活垃圾 里面的果皮还没有完全腐烂 我懊恼地拍了拍脑袋 紧张地盯着监控画面 只要有人走得离暗门 或者开关近一点 我的心脏就跳得飞快 生怕被他们发现端倪 还好他们没有去过别的别墅里 不然很有可能会发现 这些别墅都带有一个巨大的地下室 从而联想到 有人会躲在这地下室里 他们将整个屋子都搜了一遍后 并没有看到人影 并第一个放弃 又没骨头一样 瘫在我昂贵的沙发上 嚷嚷 大概是去搜寻物资了 这屋子里一点吃的都没有 假点的点头也放下枪 不过 我们还是要警醒些 以防这房子的主人回来 或者别的小队找到这里 一将枪扔到桌上灌了一瓶水后 拿起空调遥控器就响开 却被丁一把夺走 他眼睛一瞪 样子更凶狠了 但丁却丝毫不怕他 动静太大了 他抱了去粗口后 也在沙发上躺了下去 丁丁着他皱了皱眉 却没多说什么 他将我放在屋子里的空调扇打开 四个人都舒服地发出了声音声 我用力地捶了捶拳 忘记把这个搬下来了 本来这间房子足够牢固 但我们破坏了门 有了个大缺口 听完丁说的话甲也附和道 还跟之前一样 每晚轮流止夜 白天则两人出去搜寻物资 大家都没什么意义 很快 监控中就传来如雷的憨声 我见他们不再交谈了 芒将声音调至最低 扶了扶胸口 还好没被他们发现 为了安慰我紧张了半天的小心脏 我决定晚上要吃顿好的 我将冻住的猪肉和牛肉 拿出两小块解冻 然后用烧烤粉腌制一下 再拿出了一袋冰冻鸡翅和一袋冻虾 做了一顿烧烤吃 本来烧烤撇啤酒绝了 但楼上有四个凶神乐煞的人 我只能开了罐可乐将就一下 虽然他们不再搜索屋子本身 将注意力都放在了外面 但我还是不放心 索性将被子和枕头都搬来了监控室 打算打地铺 一晚过去了 并没有什么异常发生 第二天一早 他们吃了滋热米饭后 甲何以出去搜寻物资了 丙依然窝在沙发上睡觉 这人也是懒出宠了 丁却在二楼的书房里 摆弄着一堆黑色的东西 我盯着他看了好久 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来 但猜想应该就是 他们先前说的炸药之类的 就这样平安无事地过了几天 我发现 丁从来都不用出去搜寻物资 每天都是甲一饼轮流出去 他就窝在二楼的书房 一待就是一整天 也不知道每天在研究些什么 真怕他把我的书房给炸了 这天轮到了 以河饼出去搜寻物资 甲在门口研究 能不能把门加固一下 丁依然待在二楼书房 我本来觉得应该又是普通的一天 打算去游戏房完会游戏 刚要走出监控室 突然传来了丁大呼小叫的声音 大哥 不好了 怎么了 甲盲银出去 就看见丁搀扶着浑身是血的椅 从吉普吉普车上下来 浓烈的血腥味 吸引了不少丧尸冲过来 甲盲掏出手枪 一枪一个爆头 丧尸的尸体又在院子里堆积起来 屋子里好像更臭了一点 在我将换气扇打开的过程中 丁已经将已浮进了屋子里 就见以面色苍白 半个身子的白T恤都被血染得通红 眼睛半壁不壁的 马上就要休克了 他整个人挂在丁身上 搞得丁也浑身血淋淋的 看上去十分吓人 我顿时紧张起来 眼睛紧紧地盯着屏幕 好奇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甲帮着丁将已放到沙发上躺下后 丁正好从二楼的楼梯上走下来 只见他面色一紧 眉风微微皱起 显得十分严肃 他被丧尸咬了 他的声音也冷冰冰的 不带有一丝感情 听完他的话 甲一改担心神色 眉头一拟 目光直射橡柄 丙芒慌张地摆手 不是不是 他是被A区 那群兔崽子射中一枪 甲和丁明显松了口气 一起走到沙发前 观察已的伤势 我将辣条塞进嘴里 好笑他们之前还称兄道弟 现在出了事 就发现这种塑料兄弟情 在末世面前显得脆弱不堪 每个人都只担心 自己能不能活下去 哎呀 好啦 我忙又喝了口奶茶 然后继续观察他们 原来今天已合并 是去A区附近搜寻物资 至于他们为什么 会变成现在这样 这里就得先介绍一下 目前我所在的这个S城 S城迪临南海 是一个沿海城市 整个城市就像一个正五边形 丧尸爆发后 幸存的人 就按照他的五个角 将他划分成ABCD五个区 其中 A区是原先S城的商业区 那里有好几座大型的仓储型超市 是物资最富饶的地方 但因为丧尸爆发时 正好是周末 在那里被袭击 然后变异成丧尸的人数不胜数 所以也是目前最危险的地方 B区则是毗邻南海的那个区 原先是旅游胜地 虽然有些物资 但因为天气一变 那里大部分都被海水淹没 基本已无法涉足 C区则是我所在的这个富人区 这里房屋的安全性能较高 丧尸数量并不算多 相对于整座城市的 其他地方来说是最安全的 但也正因为房屋的安全性能高 要闯进去并不太容易 而且很多富人都有武器傍身 所以外出搜寻物资的人 并不太来这一区 除非已走投无路 地区则是S城的科研区 有各类生物化学研究所 在全国也声名赫赫 目前被政府控制 正在研究如何消灭丧尸 地区则是S城的穷人区 这个区现在是物资最匮乏的 丧尸数量也并不算少 因为丧尸爆发时十分突然 天又变得一片漆黑 大部分在外的人 都变成了丧尸的口羊 少部分留在家里的 又没有存储到多少物资 吃了时间半多月之后 基本上就都已消耗完毕了 只能冒险外出搜寻食物 这时候身体素质 就成了最为关键的生存条件 很多像加以丙丁一样强壮的人 就牢牢占据了主动权 而那些不够强壮的人的下场就 目前除了B区外 其余几个区 都有好多这样自发结合的小队 占领了有利位置 特别是A区 因为有大型仓储型超市 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往那里冲 那里一开始的人是最多的 经过两周多的混战后 那里目前还剩三个队伍 其中有一个队伍 是由一个梳着大杯头 总喜欢戴一副黑墨镜的人领头的 人称外号大杯头 末世将临前 他是S城有名的 开地下赌场的大佬 手里有大量的杀伤性武器 所以他也是那三个队伍里 实力最强的 整个小队有20多个人 没成想 今天以和平想去A区边缘碰碰运气 一面就撞上了大杯头所带领的小队 刚一找头 大杯头二话不说 就朝着他们射了一枪 以和平指的往回跑 可奈何大杯头小队人多 他们没过一会就被围了起来 要不是他们原先 就跟大杯头有过接触 大概直接就被扔进丧尸群了 大哥 大杯头让我们把那些土交出去 饼低着头 说话声音叙叙的 我把音量调至最大 才看看听到他说了什么 土 什么土 我好奇地瞪大了眼 手中的骂条都不像了 说到土 假的脸色骤然一变 整个人都蒙上一层低气压 丁倒是挺淡定 好像一早就预知到了一切 暴毙站在一边 悠哉悠哉看戏 你们答应了 假的声音紧紧的 好像有一块臭麻布 堵在了他的喉咙口 说出来的语气又耿右色 饼好像更无错了 低下头像个孩子一样 半天才轻轻地恩了一声 和丁吃笑一声 坐到一边喝水去了 不然 他们就不是朝二哥手上 开一枪那么简单了 我跟二哥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 假一改先前重情重义的模样 整个人都冷冰冰的 既然你们答应了 应该不是独自回来的吧 他话音刚落 我这间大门口的监控画面里 又开进了一辆吉普车 车上走下三个人 其中梳着大背头 戴着一副黑墨镜的男人 大概就是他们一直在说的 那个大背头了 既然老家已经猜到了 那也不用我再多废话了 卧槽 这简直就是现实版黑帮电影了 我越发来了兴致 将不远处的零食矿 用脚勾了过来 翻翻找找后 拆开了一包泡胶凤爪 边啃边看着他们 开始大打出手 原来贾真的姓贾 刚刚他已经言辞拒绝大背头了 可见这个土对所有人来说 都极其重要 这个大背头倒真是有种 竟然只带着两个人 就打上门来 不过他们手里的武器 显然比老贾他们好上不少 就见老贾 丙 丁三个人 边朝门外射击 边朝二楼退 大背头他们 则伺机想往屋子里闯 我天 就在我面前的枪战 好刺激 可没等我兴奋多久 我TM又悲剧了 因为大背头他们的武器 要强出不少 很快他们就攻进了屋内 这时我发现 老贾身上竟然都是血 看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中枪了 我倒是没想到 他会那么决绝 竟然也不顾房子会不会他 直接点燃了 钉在二楼书房 制好的炸药包 猛地朝大背头 他们制了过去 轰隆一声 整座房子都地洞山摇了一阵 还好我当初用的材料 都是最顶级的 房子竟然没有他 就是我被淋了 满头满脸的墙械 可嗨嗨了好久才缓过来 等我清理好 在抬起头看监控后 我懵了 我的监控竟然全部跳闸 变得一片漆黑 关键是 头顶上的白痴灯 也一晃一晃的 最终啪哒一下 全按了下来 这简直是离谱他妈 给离谱上香 离谱死了 我的太阳能供电系统 竟然被这一炸炸坏了 还好 当时为了应对 南方的美雨季 怕太阳光照不足 房屋设计公司 还在地下室 给我安装了一个发电机 并储备了20箱柴油 我忙跑去地下三层 刚准备将发电机启动时 我突然灵光一闪 停了下来 等一下 现在我这全屋发电 是连接在一起的 若是楼上还有人幸存 特别是那个智商比较高的 丁还在的话 他们发现没电之后又有电了 那不是直接暴露了 这个房子还有别人在吗 现在监控也看不了 我也不知道 外面到底是什么情况 白天倒还好 地下室温度适宜 可晚上温度会直降到10摄氏度 没有电热毯 那是会冻死人的 我咬着大拇指 开始思考起对策 我原先是学文科的 电路什么的我是一窍不通 要我自己去改呢 肯定是白瞎 不过 我好像记得 装修师傅有跟我提嘴 在哪里装了个总的开关阀门 不仅可以将楼上楼下的电路分开来 就连每间屋子 都可以关闭或者打开 但我当时就是随意地离听 根本没注意 他说的那个总开关阀门在哪里 不会是在楼上吧 我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我看了下手上的电子手表 现在是下午3点20 每天基本上都是 晚上6点一下的转变气温 这样我就还有两个多小时 去找那个总开关阀门 我找了个手电筒 从地下三层一层一层往上找 直到5点45分 我找完了地下室所有的屋子 还是没找到那个总开关阀门 我泄气地坐在地上 这倒霉催的 完了完了 就想安安心心躺的屏 把外面的一切当电影看 怎么就那么难呢 就在我怨声载道的时候 通往地面的通道 突然传来一声爆破声 吓得我猛地抬头 朝那道门望去 但黑乎乎的 什么都看不到 有人下来了 我忙将手电筒关掉 尽心听了一会 没有任何动静 一切依然安安静静的 砰 就在我松口气的同时 一声巨响又喘了过来 我这才立刻反应过来 声音是从地下室的 暗门外转过来的 我打开手电筒 慢慢朝那边挪去 砰砰砰的声音越来越响 像是枪支交战的声音 等我走到暗门边 将耳朵贴到门上 隐隐约约还传来了 男人的怒骂声 因为装有隔一棉的缘故 听不太亲 到底在讲些什么 但似乎是老贾和丁的声音 他们好像在争执着什么 紧接着又是一声枪响 然后就恢复了安静 就在我打算继续去 找开关阀门的时候 突然暗门上传来 咚了一声巨响 我眼睛正前方的一块金属铁皮 向里凹了进来 呈现一颗子弹的模样 我被吓得一动也不敢动 两条腿就像装上发动机一样 打着颤 他们应该不会走过来看吧 就这样过了好久 久到周围的温度已经变得极低 我的呼吸都起雾的时候 我才慢慢滑坐到地上 紧紧抱住自己的腿 太TM吓人了 前面看戏的时候 还觉得刺激有意思 真的发生在身边 实在太可怕了 我又等了会 确定没有人了之后 我才小心地揉了揉 已经发僵的身体 慢慢站起来 因为温度过低 外加坐的时间有点久 我只能攀着墙 慢慢往上挪 突然 我的手触碰到一个塑料盒 这样的东西 我急忙打开手电筒照过去 果然是我一直在找的开关阀门 还好上面标得很清楚 我忙将楼上的电路关闭 然后回到洞的 像冰库一样的地下三层 将发电机灌满柴油启动 嗡嗡的声音响了一会后 室内的灯一个个都亮了起来 这时候我已经快冻僵了 我忙跑回二楼监控室 也顾不上看外面的情况 打开电热毯 就用被子将自己紧紧裹住 慢慢缓过来后 我才有心思朝监控画面看去 还好 我用的都是装在隐蔽墙角的 并没有受前面爆炸的影响 依旧能很清晰地将外界情况传递给我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了我一大跳 一楼的客厅已经变得满目狼藉 全是屎高灰屑 大背头和他的两个小弟 被炸得连灰都找不到了 真不知道他这么蠢到底原先 是怎么组建起来称霸A区的小队的 然后在一地残骸上 躺着两具被血浸透了的尸体 一具瞪着两只大眼睛 死不明目的是老假 另外一具侧躺着 看不清面目的矮胖身影 应该就是死去的饼了 我眨眨眼睛 果然光有一身蛮力还不行 有脑子的人还是更占优势些 画面太过可怖 加上我先前冻了太久 晚饭我也不想吃了 随意拆了包饼干 垫了两口后 我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但一晚上都没睡好 梦中总有一双镜片后 阴森森的眼睛在直勾勾地盯着我 一大早我顶着一双熊猫眼 昏昏沉沉地做着早饭 昨天晚上没吃 饿得我都有些胃痛了 我煮了碗挂面 敲进去一颗我昨天新收获的鸡蛋 正打算在放些蔬菜的时候 才发现我超市的蔬菜水果区 已经烂得烂 坏得坏 基本没什么能吃的了 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小把 变黄了的青菜 将就着煮了 吃完后 我坐在监控前 拖着下巴沉思 当初不知道会爆发丧失 但我发现已经来不及准备了 还是因为运气好 才能苟到现在 虽然我还有很多维生素片 但如果一直吃不到蔬菜瓜果 长久以往 身体技能肯定是会出问题的 还是得有土啊 我拖着塞潮监控画面上看了一眼 因为大门被炸坏了 屋内还有浓重的血腥气 所以老贾和炳的尸体边 围着好几只丧尸在啃食 目前已经基本看不出人样了 门口倒是没有丧尸 若是我能将丧尸在尸体上 集中的注意力拖得再久一点 是不是给我出去找点土回来呢 就在我思考 怎么吸引丧尸注意力的时候 门口突然传来了汽车的引擎声 哗啦啦一下子进来了三辆吉普 很快 一个个穿着军靴的男人 就从车上跳了下来 好像在找什么 没过一会 一个长得像猴一样的男人 举着一条金属链子 给领头的那个戴着墨镜的男子看了眼 那男子顿时脸色一变 喊了声 大哥 我朝那金属链子仔细看了看 越看越觉得有些眼熟 想了想后才记起来 昨天他应该还挂在大背头的脖子上 看来 这些人应该就是大背头的那些小弟了 墨镜男将屋中情况视察一番后 咬着后槽牙带着所有人走了 我猜他们应该是去找丁去了 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了 变成了最后的赢家 将他们口中最重要的土带走了 到底那土能做什么 怎么所有人都在抢 要是我能拿到那些土就好了 我微微笑起来 马上又反应过来拍了拍自己的脸 这可是在刀口上舔血 还是不要白日做梦了 可没想到 没过多久 这土竟然真自己跑我这里来了 这天一大早 我正在肯达利园小面包 今天是丧尸爆发的第103天了 超市里好多食物都已经过期了 我也好久没吃上蔬菜水火了 仅有的蔬菜体验 就是吃自热火锅的时候 真的好悲催啊 我的心死了 但我的嘴巴没死 还想着吃蔬菜水果 可怕得很 唉 瞬间 嘴里的小面包都不香了 但吃还是得吃的 不吃暗饿 可嗨嗨 监控画面里 突然跑进了一个浑身是血的 也不知道是丧尸还是人的生物 害得我被小面包梗住了 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等我好不容易咽下去之后才发现 那棚头垢面枯瘦如柴的人 竟然是已经跑了一个来月的丁 他将屋子里徘徊的丧尸都击毙之后 亮亮亮亮的往二楼跑去 然后竟然在书房里一个香炉装饰品里 翻出来一小袋黑色的东西 我 这人竟然一直把那个大家都想要抢的土放在这里 还真是胆大心血 他嘴角泛起一个得意的笑容 可没高兴多久 就又咳咳咳起来 嘴角渗出一丝鲜血 看来 这一个多月他被追杀的挺狠 应该受了不清的伤 他将土在身上藏好后就地躺下 外面应该臭气熏天 来了好几拨人 房内屋外到处都是丧尸的尸体 但他却似乎没闻到一样 很快就陷入沉睡 监控画面里甚至传来了轻微的寒声 我咬了咬牙 先前看监控没注意 竟然没发现 土一直就在这屋子里 不然 趁他们不在 这不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吗 拍了拍一个多月 没吃到蔬菜瓜果的肚子 我静静默挨了一分钟 受苦了 宝贝 但看到别墅一二层新鲜的丧尸尸体 我又转念一想 就算我知道了 我大概也不敢上去拿 毕竟我可不像他们有杀伤性武器 钉睡着了 我也不想一直钉着他看 天太热 我就去地下二层的大型浴缸里 放了一池子水 好好地泡了一个枣 看钉到邋里邋遢的样子 外面应该水资源也不多了 还好这天气多变 每天都会有一段时间下雷阵雨 可我观察过下水道中流进来的水 不知道为什么微微泛着红色 应该是无法直接当做生活用水的 要可是我安装了最先进的水进化系统 我也不敢大手大脚像现代这样乱用 等泡完枣 我做了板黄雷同款雪碧拌面 清爽姐妮又开胃 可惜少了点黄瓜丝 也不知道丁文到了还是怎样 我吃得正香 他的肚子竟然咕咕叫了起来 他从背后一个小包里掏了半天 掏出一根能量榜 也没水就这么将就着吃了 干巴巴的 我都替他觉得渴 丁果然是个奇才 我还以为他只会研究炸药呢 可下午间他把外面破损的太阳能电板 拆下来捣咕捣咕 又跟书房里的空调电缆连接好 竟然开上空调 我看了下智能系统里的天气情况 室外温度竟然已经高达55摄氏度了 简直是要热死人的节奏 趁他开空调 我赶紧也把地下室的空调打开 这样空调外机发出的声音 就不会暴露我了 天 有空调的日子太爽了 就这样 丁又在楼上住了下来 他确实受伤挺重 行动不太方便 每天下雨的时候 他都会用容器接一盘水 然后倒入一种化学试剂 水就又恢复清澈 可以引用了 这些天 他还将那神秘的土拿了出来 放在书房阳台的一角 我观察了好些天 终于发现 这些神秘的土 为什么会被所有人争抢了 因为丁丁丁三年前 才把黄瓜种子种进去 三天后 竟然已经吃饭夜冒 长出了一根硕大的黄瓜 听着他嚼着新鲜爽脆的黄瓜 我忍不住咽咽口水 我承认我馋了 这土也太神奇了吧 丁吃完黄瓜后 意犹未尽地舔了舔手指 现在还能吃上黄瓜的 大概只有我了吧 哈哈 但随即他的脸色又阴沉下来 镜片后的眼神异常的凶狠 他的监控后的我心都一凉 他慢慢走到一楼 老贾和丙的尸体边 定了好一会后 才又开口道 老贾 你也别怪我 这土如果没有我 你们连汁都不知道 更黄论拿到他了 这土就这么一点 本来最多就只能攻一个人用 你还想借他去勾引别人 来加入你的小队 完成你称霸的宏愿 就别怪我先下手为强了 我吃惊地捂住了嘴 原来那天我在暗门处 听见的内讧是这个原因 但我看丁这阴森森的模样 就算老贾当时没有那种想法 丁也一定会想办法 把它们都除掉了 不然 他早知道这土的用法 可那些天他都装作在研究 并没有直接拿出来使用 本意就是防着老贾它们 没错 这土跟普通的土并不一样 单单把种子撒进去 是没有用的 我仔细地观察了 丁种植黄瓜的每一步 才发现关键点 种植之前要给土撒上好多水 水要微微漫过土才行 将种子种进去之后 都不要洒水 每天只要晒一个小时太阳 三天后植物就会迅速开发结果 但只会结一个果子 结完采摘后 原先的藤叶就会迅速枯萎 我盯到阿罗陀旁边的那一小袋 种子若有所思 这种子肯定也不一般 突然 我发现种子的袋子上 好像写了几个字 我将监控画面放大后 看见上面写着 S乘第三研究所 这个所是个生物研究大所 有很多项发明都全国闻名 看来这个土 就是这个所最新的研究成果了 不知道怎么被丁知道了 我看了丁一眼 等一下 也许丁就是第三研究所的研究员 也不一定 否则 这么机密的东西 一般人肯定是无法接触的 之后每隔三天 我都眼巴巴地盯着监控 看丁吃各种蔬菜瓜果 我啃鸡爪 他吃胡萝卜 我咽饼干他烤地瓜 我嚼辣条 他竟然咬上西红柿 是可忍熟不可忍 不忍也得忍 我泄气地跑去游戏房 打开AR体感游戏机 玩了一套 拳击出了深汗之后 才觉得好过了些 外面那么臭 也不知道他怎么咽得下去 就这样 又平淡地度过了一个月 在我对我存储的食物 越来越失去兴趣之时 小区里突然飞来了一个大型无人机 无人机下的大喇叭 老远就听见在拨着什么 我忙将监控的音量调到最大 各位幸存居民请注意 因丧失数量庞大 政府无法逐个销毁 将在一月后 根据丧失数量 在各区域进行统一轰炸 请各位幸存居民 抓紧时间 赶至地区生物研究大楼安全区 以免误伤 我真是酸Q 躺平怎么就那么难呢 监控里的丁听栏广播 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赶去地区 我得等他走了 才能想办法赶过去 我可不认为 我这房子真能挡得住炮弹 毕竟我这屋顶 可没装大炮都轰不破的玻璃 在我这样想的时候 丁也抬起头朝屋顶看了眼 随即他面色又沉下来 嘴角一撇 似乎很烦恼的样子 难道他不想去安全区 我摸了摸下吧 也对 安全区设在生物研究大楼 那不就是第三研究所所在吗 他一去这图肯定就得暴露了 但他不去 我们两个都得被炸死在这里 之后的每一天 我都茶不思饭不想 天天祈祷 丁快点离开这里 这样我也好早点动身 可丁每天都在别墅里转悠 这里看看那里摸摸 就是没半点要走的意思 就在我心急如焚的时候 这天竟然看见 丁在院子里拆我的狗窝 这狗窝是当时建材废料建的 师父问我 这些边角料要干嘛 我本想等稳定安居下来后 就养殖科技 于是花了点钱 让师父帮我搭了透明的狗窝 没想到提前遇上了丧尸爆发 这丁不会是 果然如我所想 丁将狗窝的玻璃拆掉后 爬上屋顶 在水泥结构外 又铺上一层 据说大炮都轰不破的玻璃 可屋顶还是太大 望着空缺的那一脚 我心中咯噔了一下 丁却很满意的样子 他要赌这一次 而我只能陪着他赌 可我好慌啊 我真的会泄 丁将屋顶改造之后 又开始每天研究起炸药来 我每天都在监控里 看着他摆弄各种粉末状东西 包成一个个小炸药包放在一边 没过两天 炸药包已经堆成小山形状 他终于满意地拍了拍手 摘了西红柿啃完后 就将炸药包装进大袋子里 搬下楼去 他将院子里 已经腐烂的丧尸尸体 随意清理了一下 就挑着地方 开始挖土埋炸药 等一切弄好 他已经浑身湿透 大汗淋漓的 差点被晒成人干了 我朝天气系统看了眼 现在室外温度是57摄氏度 哎 这种极端天气 就算没有丧尸普通人 也很难生存下去 又过了两天 距离政府的最后通别时间 只有十天了 我急得嘴上都长了大炮 可丁还是悠哉悠哉的 每天吹吹空调 吃吃瓜果 啃啃干粮 我们小区里 其实已经不太能看见丧尸了 一个原因是 这里非常偏僻 居住的人并不多 所以一开始丧尸数量就比较少 第二个原因 则是被丁这些人 来回晃悠了几次后 仅有的一些丧尸 基本上也都被爆头了 所以我每天都在祈祷 政府并不是无差别轰炸 我真的不想死啊 可日子还是一天天过得飞快 明天就是截止日期了 我也死心了 反正也来不及了 爱咋咋地吧 也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下来 我索性将货架上 还剩的食材 通通理了一遍 还有好多零食 自热火锅自热米饭 也还剩了好多 各类饼干也有一些 找着找着 竟然惊喜地发现了 一大瓶混合水果罐头 天知道 我有多久没吃水果了 我兴奋地将它打开 捞出一大块 黄桃就嚼了起来 真绝了 吃着吃着 监控室突然传来 轰隆隆的响声 吓了我钻着水果罐头 就往回跑 不会提早开炸了吧 炸倒是真炸了 不过不是政府在炸丧尸 而是钉埋的那些炸药在炸人 大背头的小弟 默敬南又来了 从监控里 就看见院子里 鸡飞狗跳的 也会炸起一条胳膊 也会又炸起一条腿 血肉模糊地 跟死神来了差不多 要不是我这三个多月看 恶心的丧尸看多了 这承受能力大大提高 这回大概已经趴在厕所吐了 好家伙 默敬南直接开了 十辆吉普一横牌 停在别墅门口 正是浩大 看来这段时间 他收编了好多小队 势力扩张迅速 见他的冲锋小队 死得死伤的伤 他气得鼻子一吸一吸的 摆了摆手 试一属下先都别动 既然不是政府再炸 我也放下心来 将空调温度 再往下调了调后 抱着水果罐头边吃边看 王展鹏 我劝你还是自己出来 原来丁叫王展鹏 我嚼了嚼嘴里的梨 甜滋滋的 丁锦皱着眉头 不知道在想点什么 我觉得他应该没想到 默敬南会在短时间内 收拢到那么多小队 否则 以他当时埋的炸药 炸死二十来个人 还是没什么问题 默敬南剑 盯好久都没反应 朝着身边 一个小弟说了句什么 很快他们就从 第三辆吉普车上 扛下来一个单兵火箭炮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前段时间刚在微博 俄乌战争的武器分析帖中 看见过这玩意儿 我紧张地盯着我的地面别墅 不知道那号称 能扛得住大炮的玻璃 是不是真能扛住 要是不行 整个屋子都被炸飞 我也不用等政府来炸我了 我的手心变得黏黏腻腻的 后背都被浸湿了 空调一吹 冷得我只打哆嗦 还好还没等他们把炮架好 比也意识到这样不行 终于发生了默敬南谈判了 我轻呼出口气 不带这么吓人的 张哲远 你不就是想要土吗 可以给你 丁胆子倒是真大 竟然举着装着土 和种子的黑色袋子 直接站在了 早就被炸烂的大门口 就这么和默敬南张哲远 隔着院子远远对视 只要你把我安全送到地区 这土就给你怎么样 真的 张哲远有些兴奋地 朝前倾了下身子 当然是真的 我知道你要这土 是因为你不想归顺政府 想该着漠视称霸 我就不一样了 到了安全区 我要这土也没啥用 卧槽 我忍不住放下水果罐头 给叮鼓了鼓掌 他脑子赚得真快 他明明也想要这土 但形势破人 逼他不得不放弃 而他先前步回安全区 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C区和地区路途较远 地区外围还被大量丧失包围 想一个人安全地闯进去很难 第二个就是 他本就是第三研究所的人 若是回到安全区 政府肯定会对他全面调查 这土他是保不住的 所以原先他并没有想去安全区 反而一直在加布我的别墅 想留在这里赌一把 但现代形势来了个大转变 近距离的火箭炮射击 外压着别墅的门还是破的 要想活下来的概率就小得多了 所以他又立刻转变了策略 将土交出去 自己则能安全回到安全区 虽然不一定能顿顿吃上瓜果蔬菜 但这土是第三研究所研究出来的 有一就有二 保不准现在安全区里 就种植了好多蔬菜 而且没有土的实证 就算政府怀疑他也不能直接处理它 院子里一时安静下来 要我看来 丁给墨静男还是留了个大坑的 毕竟这土的使用方法那么特别 可他完全没有提醒他 墨静男拿到土后 也不知道要如何使用 而且这土种出来的食物 最多也就够一个人吃 丁的话语里 却好像这土能工成千上万人 吃上蔬菜瓜果一样 墨静男倒也不蠢 他应该猜到了 丁不会那么容易就把土给他 但他没想明白 丁到底在哪里挖了坑 所以面带纠结 双方一时僵持住了 谁也没有什么动作 就在这时 远远地又传来了喇叭广播的声音 没一会 我就在监控里看见了 一个月前看见过的那家大型无人机 依然在下面绑了一个硕大的喇叭 注意注意 突然爆发丧尸潮 并且已从A区向D区进发 政府将立刻开始对丧尸潮进行轰炸 听完广播 我咬住大黄桃的嘴巴吓得巴唧一下 大黄桃就咕噜咕噜滚到了地上 丁和墨静男一众人也变得神色紧张起来 只剩半小时的话 现在就得赶快出发了 墨静男跟旁边的小弟商量了一下后 朝着丁喊 时间紧张 你先把土扔过来 我确认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赶快出发 丁想了想后 没多说什么 毕竟土的正确用法还在他手上 他也不怕墨静男他们赖账 就看见第一挥手 那黑色袋子就向着空中 跑出了一个优美的弧线 所有人都抬头望着他 墨静男甚至朝前走了两步迎接 说时迟那是快 黑色袋子在飞到空中 最高点往下落的时候 恰巧与乱飞的无人机路线 撞了正正 就听见啪哒一声响 黑色袋子的飞行路线被打断 朝着别墅的院子里落了下去 所有人都紧张地朝他冲过去 眼看着他在地上滚了一下后 竟然直接滚进了下水道的阴井盖里 眨眼间消失在众人眼前 因为当时准备的是 要在院子里种大量的花草 所以排水的阴井盖镂空 就设计成了花朵形状 比较大以便于快速排水 这黑色袋子大小 刚刚好可以掉下去 外面所有人都懊恼不已 我的身体却比我脑子反应更快 我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手已经拧开了下水道的连通气盖子 因为室外温度太高 下水道里基本没有什么水分了 只有些灰洋洋洒洒地落了下来 难道半倒卡住了 我正打算探头往下水管道里看看 啪哒 一个黑色袋子砸了我一脑袋 我的心脏咚咚咚跳得飞快 手整个抖得不行 真这么好晕 我颤抖着手将黑色袋子拿下来 轻轻打开一看 果然是一袋子黑色的土 土上还有一个小的塑料袋子里面 放着好多好多种子 老天爷 你也太偏爱我了吧 我激动得整个人乱动乱跳起来 好一会才恢复平静 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 马上这里就会被轰炸 我得熬过这一关再说 我急匆匆跑回监控室 外面已经乱做了一团 墨静男没拿到土气级败坏 决定不带丁去安全区 丁却觉得这是一场意外 不是他的问题 丁先带急的不行 时间所剩不多 如果墨静男他们不带他走的话 靠他自己 他是绝对没办法在短时间内赶到安全区的 他只能承诺墨静男到时候会在安全区 再找一带土弥补他的损失 不过墨静男没那么好骗 他一脚踹开丁 挥了挥手后 他带来的人就集体上击骨车 丁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 我有点害怕地捏紧了手里的黑色袋子 无人机已经飞走了 我看了眼时间 大概还有十分钟 这片区域就会被大规模轰炸 丁不死心地又朝阴井盖里看了好久 确定找不见土后 他才垂头丧气地回到别墅二楼 坐在书房里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时间一分一秒过得飞快 突然 一阵巨响从远处传来 伴随着恐怖气力的尖笑声 轰隆 轰隆爆炸的声音不绝于耳 地面都隐隐震动起来 我将自己用被子裹紧 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监控画面 现在还没办法看见什么 盯也神色严肃地从楼上跑下来 站在一楼门边朝外面探望 尖笑声和爆炸声越来越响 地面的震动也越来越举烈 终于监控画面里 隐隐约约能看到丧尸潮的一角 大批的丧尸排列着朝着我们这里走来 他们面色清白灰败 身上灵星地挂着些破破碎片 脸部猙獰着露出恐怖的獠牙 不时会有炮弹在丧尸群中炸开 但因为它们数量实在庞大 又没有痛觉 依然是浩浩荡荡一大片 眼见着丧尸群离我们越来越近 因为门口刚刚爆炸的时候 有很多残尸 浓烈的血腥味 瞬间引起了丧尸们的注意 丧尸群都沸腾了起来 我发誓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丧尸 乌泱泱朝我冲过来 盯下的赶忙跑回二楼 我见他腿都抖得跟发条一样 看来着实下的不轻 丧尸们在院子里疯狂撕咬 有些还从破门里 闯进了别墅里面 别墅里面那种普通的门 对丧尸来说完全不堪一击 很快就有丧尸寻着气味 闯进了书房 丁举着一把枪严阵以待 一开始 他还能开枪射杀几个丧尸 但随着动静越来越大 吸引的丧尸越来越多 每两分钟 他就被包围住了 他的手被一只丧尸咬住了 在凄厉的惨叫声中 脖子也被另一只丧尸咬住了 轰隆 炮弹落在了院子里 轰隆 炮弹落到了屋顶上 我惊恐地望着监控屏幕 还好 装修公司没有赚黑心钱 那些玻璃真能放炮弹 屋顶只零零散散落了些灰下来 目前还完好 轰隆 但政府还不死心 又一颗炮弹落在了屋顶上 不巧 正好落在了那个缺口处 炮弹在屋顶炸开 整个屋顶都被掀开 整状别墅开始地动山摇 从三楼开始大面积坍塌 监控瞬间变得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将被子蒙住头 紧紧抱着怀中的黑色带子 暗暗祈祷 这土都能莫名其妙 自己跑到我这来 我那么幸运 一定能挺过这一关的 炮弹乍响的声音仿佛就在我耳边 我紧紧抱住自己 不知道等了多久 感觉像是一瞬 又感觉好像过了一个世纪 渐渐地 轰隆声已经很久没再响起 丧尸们的嘶吼声 也变得越变越小 我从被子里 偷偷探出头来 白赤灯的灯光 依然还静静地亮着 我好像赌赢了 我兴奋地从被子里钻出来 将地下三层全跑了一遍 电还有 谁也能用 大概是楼上别墅坍塌的时候 那些坚硬的玻璃 正好堆在地下室上方 挡住了炮弹的轰炸 所以 除了不能再看到 外面的监控情况外 我的窝居生活 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 我低下头看了眼 紧紧握在手中的黑色带子 微微笑了起来 现在 我还能三天就吃上蔬菜瓜果 简直不能更完美了 我学着丁的样子 种下了黄瓜的种子 三天后 又做了一顿黄磊老师的雪碧凉面 这一次配上黄瓜丝 果然好吃了不知道多少倍 在三天 我吃上了西红柿炒鸡蛋 最近我的鸡生的蛋 也越来越多了 之后我吃过四季豆 草莓 土豆 红薯 没想到 那代种子里 有那么多蔬菜瓜果的品种 极大的满足了我贪吃的嘴 我不知道 外面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但我每天都玩玩游戏 看盘书 泡泡澡 跑跑步 做做美食 幸福的不得了 相信 下一次无人机 在带着大喇叭飞过来的时候 应该就是人类 度过这场灾难的时候了 而我一定能顺顺利利 挺当那时候 不说了 我要去吃烧烤了 生菜包肉配啤酒 决决子 全文已完结 以下是在末日窝居翻外篇 我叫张哲远 是这末日下SXH霸主 等一下 我看了眼身边 仅剩的三个小弟 有些烦躁的揉了揉头 现在 应该也称不上霸主了 两年前 人类遭遇了极端天气 末日降临 丧失成群 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恐惧 绝望 挣扎成了他们生活的主旋律 而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 末日才是展现自己最好的舞台 末日前 我只是外号大背头的 地下赌场老大手下一个小弟 我在他身后 优续拍马了整整十年 才换来了二把手的称号 末日降临时 因为我们比普通人多了些武器 外加身体强壮 第一时间就跟随大哥 冲往拥有好几家大型商超的A区 占领了两家商超物资 本来 靠着这些物资 慢慢发展壮大我们的小队 是最稳妥之路 但大哥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消息 有个四人小队手里 有一种神秘的土 能快速催熟蔬菜瓜果 有了这种土 还怕无法在末日称王称霸 大哥开始派小弟 到处搜寻这四人踪迹 却没想到 这四人反侦查能力还很强 一点踪迹都没了 不过 运气来了 挡也挡不住 这天 我们在A区跟另一个小队 商谈完合并的时候 在A区边界 竟然碰巧遇上了 四人小队中的徐天成和杨凯 在搜寻物资 这不巧了吗 这 大哥还笑着 对我吟诗一首 什么寻他千百度 什么回首 什么在什么处 我这个大老粗反正是没听懂 不过意思我听明白了 就是这土在向我们招手了 一照面 那两人竟然直接就跑 大哥二话不说 就对他们射了一枪 杨凯直接被击穿了手臂 我本来想带着小弟一起去 却没想到 大哥竟然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我顿时将在原地冷汗直冒 他好像怀疑我了 没错 这两年为了推翻 他我私下做了不少手脚 本来以为很隐匿的是 没曾想竟被他发现了 大哥就带着他的两个侄子去了 我知道他这是不信任我 他不知道有多少小弟 对我策反背叛了他 但是他这一走 竟然两天都没回来 事情很有些异常 还好 大哥的一个侄子也早已投靠我 收买人心 可不是靠亲情就可以的 我追随他留下的暗号 找到了郊外的别墅区 很快就发现了那栋异常的别墅 除了大哥的车还停在门外外 那个别墅在一种别墅里 也特别显眼 这里的别墅 大部分一看就还是茅培房 衬托的那栋别墅 格外富丽堂皇 更重要的一点是 这小区竟然看不见丧尸的身影 所有的丧尸尸体 基本上全堆在了那栋别墅四周 我带着小队的兄弟们 进别墅四处找了一圈 只看到被炸的乱七八糟的大厅 可没多久 兽猴就在废墟里 翻出一条大金链子举到我面前 我的心突然咚咚咚 剧烈跳动起来 这大金链子上的血迹 无意不再告诉我老大死了 我多想仰天长笑一声 但还不能 周围那些兄弟里并不全是我的人 有些人就是有些愚忠 还自认为是义气 我内心在偷笑 表面却装出一副悲伤至极的样子 大哥 结果很明显了 土被王展鹏那小子拿走了 我边拓张我的小队边追杀王展鹏 一个多月后 终于又把他堵在了这栋别墅里 可没曾想 竟出了意外 土没拿到不说 我还狼狈 逃回了A区 之后 也不知道是没拿到土 导致我霉运缠身还是怎样 先是小队里的人起了内讧 一小部分人抢夺了物资跑了 之后又是政府跟丧尸的对抗 进入了僵持的局面 他们竟然空出手来A区剿灭我们 总之 在政府马上战胜丧尸的这个当下 我称霸世界的美梦算是要落下帷幕了 但我不甘心 这一切都是由于那个神秘的土开始的 也许找到他 我就能迎来转机也不一定 现在 我带着兽猴 阿尔和饺子 第三次站在了这栋诡异的别墅前 不过 这已经不能称之为别墅了 他在政府的无差别轰炸下 已经变成了一堆废墟 去找找 我挥了挥手 他们三人立刻分头找起来 我也在废墟里翻找起来 突然 我的眼睛被什么闪了一下 我用手盖在额头上 挡住太阳的光线 发现在我左边不远处 竟然有一个银色的门把手 关键是 这扇门似乎并没有受到炸弹的袭击 它被上面的废墟微微掩盖住 看位置应该是在一楼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扇门后面应该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我招了招手 适应那三个人过来 我们慢慢朝那扇门围了过去 等降门周边的废墟都清理干净后 我越发确认了 这扇门后一定隐藏着什么 打开它 我就能找到 我一直想要找的东西 可我使劲拧门把手 它却纹丝不动 没办法 我让售侯去车上 将我们仅存的炸药都搬过来 我就不信炸不开它 轰隆一声巨响 门被我炸了的大洞 我们将烟尘挥开后 发现下面黑漆漆的 但在热光的照射下 依然能看见 有一阶一阶的楼梯通往地下 这竟然是一个地下室 我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 这是王展鹏那个人弄出来的吗 那他一直就躲在这下面 我跟另外三人小声商量了下 决定有饺子打头下去 探探情况 对于未知的危险 我自然是不能涉足的 饺子刚往下走了两阶楼梯 突然迎面飞来一个火球 瞬间将它整个人都点燃了 他哀嚎着往外跑 但那火球上的油 全粘在了他身上 末日中水又是最缺少的资源 我们三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被活活烧成一堆焦炭 一时场面一场安静 我朝另两个人使了实眼色 他们竟然都别开头不看我 我咬了咬牙 现在这种情况 也不能指望别人了 我一定要把王展鹏那小子抓出来 从他手里抢来那些神秘的土 我朝地下室的洞口走去 脚步却异常沉重 就在我要跨下去的那一瞬间 远方竟传来了警车的鸣笛声 我震惊地朝别墅区门口望去 乌泱泱好几辆警车已经驶了进来 这下我跑都没法跑了 我孤注一掷就要往地下室里冲 里面却飞出一个又一个火球 还好我站在洞口 左躲右闪地都躲了过去 可这时间已经被拖了好久 身后传来了售侯和二的囚饶声 没过一会 我也被四个警察用枪指着包围了 我愤恨地丢下了手里的枪 这一辈子 我努力了那么久 竟然还是输在了王展鹏那小子手上 可没曾想 在我被警察反手扭住后 那地下室里 竟然慢悠悠走上来一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 她扎着个马尾垫 大概因为常年没见太阳 皮肤特别白净 吹弹可破的样子 关键是 她手上竟然肯着一根鲜嫩的红瓜 不光我震惊了 在场所有人都瞪大了眼望着她 以及她手里的那根红瓜 是你 她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她认识我 可我很确定我从来没见过她 难怪 我还想谁还会来这片废墟呢 说完后 她也不顾我的反应 笑咪咪跟警察们说 你们终于来了 刚刚我差点以为我就要躲不住了 你 你一直住在这个地下室里吗 有个警察大概因为年纪小 忍不住问了出来 没错 末日下每个人都结一缩食 洗澡更是想都不敢想的难事 在场所有人身上都散发着一种汗水发酵了的臭味 这个女孩却干净异常 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清爽 她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对呀 住了两年多了吧 两年 难道 我震惊地朝她望去 她手里的那半截红瓜 吐在你那里 听到我的话 她笑咪咪地朝我望过来 其实当时你拿到那些图也没用 这图有特殊用法 叮 哦不 王长彤是不会告诉你的 而且 她只够一个人用哦 她果然看到了当初的一切 我们这些大男人 在地上争来争去 却没料到 自己竟然变成了地下这个小女孩眼中的一场戏 一切 都是为他人做了嫁衣 她朝我摇了摇手里的红瓜 谢谢你了 让我这两年都过得不错 三个月后 我在狱中听闻 最后一只丧尸已经被消灭 马上将会开始灾后重建 还有另一个消息 听得我差点呕血 那个地下室的小女孩 因为将土献出来有功 外加她的别墅 是被政府误炸 政府同意 灾后重建时会赠送给她一座小岛 她可以肆意在岛上建造她想要的房子 她似乎才是老天的宠